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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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我們佛基森 市集以及我們的莫凡商場 然後呢 這個 先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我裝橋煙 草裝裝 草字頭的橋跟女字旁的煙 然後呢 我前面有兩個QR Code 就是我的那個IG跟我的Facebook 都在上面 如果不認識我的話呢 歡迎可以掃一下 就是拯救我的流量 好的 然後呢 這個 喔 我剛剛 我現在非常非常的熱 因為我剛剛 停車的時候停錯邊了 然後我從那個5號走過來 但是我是提著我的喇叭 然後擠它 然後還有效果器 所以呢 我剛剛就非常的熱 好 那這個 一開始的時候呢 因為我很久沒有用這顆喇叭了 有一點點不太適應 那這個我會盡量呢 讓聲音可以傳達得好一點 好 那 突然看到很多攝影機 又不是要路過的人 會想說這裡怎麼了 沒什麼 這是一個路人在這邊唱歌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會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時左右 就是我喜歡的這個 我來跟大家演唱一下 我今天覺得蠻酷的 因為我其實在很多地方唱歌過 但我真的沒有在捷運站裡唱歌過 所以呢 我一直覺得 哇 好酷好酷 我真的很期待 那我來的時候才發現說 不對不對 事實跟想像總是有落差的 因為呢 捷運站就是它的那個 我面對的位置很廣闊 所以呢 我就是需要再習慣一下下 好 接下來呢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但我本來 我心裡面幻想這個回廊唱這首歌 應該會很適合 所以呢 沒關係 我們就一樣一唱 我們就一樣沒唱 終於忘記你的時候 你重現在我的夢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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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在跨最寂寞的夜 陽光揪進窗簾 卻帶過紫陽 過於溫暖的冬天 讓人失去自覺 不能在海邊上 螢火在岸邊 我用來的半面 你不在我身邊 能走在山邊 痛苦還留在美景 你不在海邊 她天真的以為這一切都無所謂 她單純就像個日子過得不浪費 我就是你的人 这就是我的人生 深夜的时光日子珍贵 这安静的故事里没有音乐 重夜忘记你的时候 你出现在我的梦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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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的這首歌 叫做《浴室》 來自Dekat Joyce的一首很好聽的歌 好的 唱一個這個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但是呢 這是我們台灣之光的一個 很棒的樂團推薦給大家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下面一首歌 等我一下 我想把我的圖駕拉高一點 不然大家會一直看到我的雙下巴 好 等一下 好的 好的 好 就是 就高一點點這樣子 好像也沒有什麼很大的落差 好 就是 我覺得比較舒服 好耶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唱下面一首歌 然後 來唱一首這個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歌曲 最近呢 只要是有機會的話 都會想要跟大家分享 人生這件事情呢 好像不斷的就是 隨著你的成長啊 隨著時間的推移 我們會一路上呢 不斷的失去 然後 失去這件事情呢 有時候 好像不一定完完全全帶來的都是 就是缺少啊 或者是好像 沒有了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 失去這件事情 反而是一種 練習 因為呢 我們終將一死嘛 然後我們也終將 就是在不同的人生的軌道上面呢 有自己的選擇啊 什麼的 所以呢 接下來這首歌 就是我很喜歡來跟大家分享這首歌 叫做 《告別的練習》 然後是來自振興的歌曲 大家如果站著腳會痠是可以坐下來 但是就是不要影響到大家的動線這樣子 我們盡量 都還是讓大家可以方便行動 好 接下來這首歌呢 我們跟大家分享 《舞台公開》 《勇見的背景》 因為風是輕的 雨是細的 還是藍的 都是我喜歡的顏色 因為夢是美的 愛是好的 恨是不對的 我也就不能變速的 那種寂寞 在一個看得見海的房間 是像一個聽得見的心願 我會翻過那座山 再穿過那片海照 到你 住在遙遠的夜空下 和月亮做個鄰居 每當到了下雨的時候 海風會吹來你的消息 也許那安慰明天 就要分開的心情 我會翻過那座山 再穿過那座山 我會翻過那座山 再穿過那座山 因為就是慢的 路是遠的 也是心的 是適合重發的時刻 因為我是你的 你是他的 人是會變的 大部分失敗的愛情 都是一樣的 在一個看得見海的房間 是下一個聽得見的心願 我會放聲地歌唱 列車道站後寫信給你 在你發現琴弦就醒那顆沉睡的星星 關於明天或許是悲傷 或許是晴朗的會憧憬 告別你 告別雨 告別我愛的不確定 我會虔誠地祈禱 相信夢和現實的距離 在告別和相遇的劍釋中 睜開眼睛 關於雨天 關於雨天和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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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堅持不懈的 量心 練習 練習哭 練習走 練習離開得很堅定 練習哭 練習走 練習離開得很堅定 Zither Harp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 就是告别的练习来自这个振兴的歌曲 我觉得也很适合在这个美丽岛车站跟大家分享 因为刚好我觉得车站然后捷运站 它其实都很像一个也是准备要分开的地方 我自己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住在桃园 那每一次呢就是要送他去高铁站的时候 都会在那个捷运站跟他拥抱 然后道别这样子 所以呢我也觉得还蛮适合跟大家分享 好 这个歌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听过 我们来唱一下大家有听过的歌 接下来来唱一首台语歌曲跟大家分享 这个应该大家都会有听过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也计刁 杨茜茜 也计刁 杨茜茜 箱姜 今夜 兩好三好來背負 天花就要 難過多 想我的主題 頭心等 又在當時天才會講 你往哪會這麼無緣 你開了才會送了 真像一堆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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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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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花了碎點 是誰人的生活 你又啊 哪會找我 你開著 才會輸著 千秋一堆無煙火 點點來開 點點水 一味開開的香蕉 永遠麻煩的氣味 你又沒聽見 會想哪個痛苦 看來隨便 是少量的瞬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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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少量的瞬間 無顏花來自這個蔣薇的歌曲 好的 我們前面有那個 聽眾有用他的手機跑馬燈 但是我每次抬頭都只看到可以 然後我趕快想說 我死命的盯著他 我看我又看到後面到底寫什麼 好 他說可以唱歌前嗎 是周杰倫嗎 周杰倫 好 但我想一下 我忘了不太會唱 我可以唱別首嗎 也是周杰倫的 可以嗎 要背歌是不是 有人失戀嗎 不好說 本來不是沒有要承認嗎 然後就怕直接拍他耶 怎麼辦 可是我們要那個 在這個 就是剛好他失戀了 我們就在這邊工商一下 我們的福金森四季呢 有很多很棒的東西 如果你要這個 不管你要追男朋友女朋友 都可以那個 一起選購一下 然後很開心 每一次呢 到那個福金森的演出 有時候在室內 然後有時候在那個 不是這樣 就講什麼 就是有時候在那個 他們的本據點 然後有時候呢 在那個就是 之前在海音館嘛 然後這一次在這個 捷運站裡面 然後這次又跟莫凡香腸一起 我真的覺得 剛一路走過來看到有人在喝咖啡啊 然後有人在就是開會什麼的 就覺得這個是一個好棒的地方 然後呢 今天有很多的 他友們呢 也都帶來了自己很棒的作品 所以呢 真的真的 如果大家等一下有空 沒有趕著走的話呢 一定要來逛一下 然後呢 來收購一些 真的是很值得帶回家的好東西 好 接下來呢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周杰倫的歌 我們來唱一首 我覺得這個也好難過 我們來唱一下 安靜好了 我剛剛真的想 腦中第一個浮現是指戰之傷 但好像這個 應該比較小情小愛啊 好 我們就 還是來唱一下安靜好了 好 昨天在看那個 那個Youtube 然後我很喜歡看綜藝節目 然後昨天在看那個 小鐘 他在模仿 他就說他要模仿 周杰倫的安靜 然後他就不講話 然後就說他模仿完了 然後我就覺得好難笑 但是我剛剛腦中 一直浮出這個片段 所以某個程度來以後 其實他滿成功的 好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歌 你的朋友再找你 謝謝 好 愛記得舊舊的 我想你也表現得非常明白 我懂我也覺得 你沒有捨不得我 你說你也會難過我不相信 牽著你陪著我也只是曾經 喜歡的是真的比我還要為你 我才會比自己抵抗 你要我說多難看 我可能不想分開 為什麼還要我 用微笑淚帶過 我們有這種天分 把你也接受它 不用擔心的太多 我會一直好好摸 你已經要讓離開 我也會慢慢走開 不想把我臉分開 當前就證明 我覺得它沒有天分 安靜的美女這麼快 我會學著放晴雨 誰以為我太愛你 你也會不會太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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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表現得非常明白 我懂我也覺得 你沒有捨過的我 你說你也會難過我不相信 牽扯你陪著我也只是曾經 喜歡的是真的比我還要愛你 我才會比自己離開 你要我說多難看 我根本不想分開 為什麼還要我 用微笑淡淡淡 我沒有這種天分 抱住你眼睛手疼 不用擔心的太多 我會一直好好過 你已經遠遠離開 我也會慢慢走開 為什麼我會分開 當遷就著你 我覺得沒有天分 安靜的沒這麼快 我會學著放棄 誰也為我太愛你 你要我說多難看 我根本不想分開 為什麼還要我 為什麼還要我 有微笑淡淡淡淡淡淡 我沒有這種天分 抱住你 抱住你也接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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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擔心的太多 抱住你也接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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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接下來來跟大家分享這首歌 我的安靜的 這是中節倫歌曲 好了 不要難過 真的不要難過 接下來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剛那個聽眾朋友點的那個歌潛 然後我那個偷偷工商一下 就是在所有的串流平台 都可以找到一首我寫的歌 叫做歌潛在青春裡的自己 我就對前面兩個字這樣子 好 這個大家如果沒有聽過的話 歡迎大家可以搜尋那個 謝謝歌潛在青春裡的自己 這個是我寫的歌 然後收入在我的樂團 就是無敲有水的那個 就是專輯裡面 好的 然後呢 這個接下來呢 我們來唱一首歌 前面都唱了很多都是cover的歌曲 但其實呢 我滿喜歡寫歌的 所以呢我寫了很多很多的歌 然後接下來這首歌呢 剛聽到有了失戀的朋友嘛 然後每一次在唱現場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跟那個聽眾朋友開玩笑說 就是 大家 本來都會想說呢 失戀的時候呢 然後我可能來聽我唱歌 或者是來現場 然後都會覺得自己預想說 欸可不可以被療癒這樣子 但往往可能都是沒有 就是因為 平常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療癒的事情 就是搞得大家更加的陰謀這樣子 嗯 好 那 但是呢 其實我很喜歡寫一些比較 比較正向的歌 其實它可能是一些比較 悲傷一點點的故事 那接下來這個歌呢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它未來會用不同的形式 出現在大家的面前 那目前呢 它只有在那個 就是網路上面可以找到一個 很demo的版本 就是我們的那個 嗯 你叫什麼 One Take的 那個Session的錄音版本這樣子 然後呢 嗯 那個時候 就是 當時錄這首歌的時候 還在那個 疫情很嚴峻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要 謝謝 大家都要 大家都要那個 那個戴著 戴著口罩啦 然後 工作的時候也是 所以呢 那時候我們錄那個影片的時候 不是 不是後製 就真的是戴著口罩 然後 就這樣錄音 所以呢 一直一直出彩 因為有時候 摩擦到那個口罩 跟麥克風就要重來 所以那時候 為了要 因為是不剪接的嘛 就是要一次錄完 所以呢 重來了很多次很多次 我印象很深刻 然後也剛好 記錄了一下 就是 我們一起 挺過了疫情的 這段時間這樣子 那接下來這首歌呢 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我寫的歌 這首歌的名字呢 叫做海 大海的海 然後 大家可以搜尋海 然後再加我的名字 就是莊喬妍 就會找到呢 接下來我要唱的這首歌 那 這故事呢 有一點點傷感 就是 反正 好 我先不講故事 我就先講一下結論 嗯 本來啊 就是在 我們可能在 喜歡一些人的時候啊 然後你會想要配合對方去 比如說 配合他的興趣 然後配合他 喜歡吃什麼 可能你平常很討厭的東西 然後可能要 為了讓對方看到你很完整的樣貌 然後努力的去 比如說健身啊 學習新的興趣啊 什麼什麼什麼 種種的 然後漸漸的呢 你會有一點點 迷失自我 你會有一點點忘記 自己是誰 但是 如果我們把愛情 比喻為一片海洋的話呢 我相信每一個人 都會有自己原生的 海洋的樣貌 所以呢 在 你自己的這片海裡面呢 你有沒有 希望自己 留下來的是什麼樣的樣子 你有沒有曾經為了誰 然後特別的奮不顧身 最後你有一點點失去了自我呢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 在談戀愛之前 我們很需要 好好的問問自己的一些問題 就是 終究終究 人都是很貪心的 不管 你為了對方去隱藏 或者是你為了對方去 改變多少的東西 只要他不是出自你的內心 他都很有可能 在未來的某一天 那種徹底的 向對方所求 或者是向你自我 然後產生很多很多的問菌 所以呢 雖然這是一首歌 關於比較悲傷的故事 但是呢 最後的結論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 也愛你自己的樣子 然後呢 好好的這樣開手 用你完整的面貌 去擁抱 每一個 踏入你這片海洋裡的人 好 接下來這首歌呢 叫做海 這是我寫的歌 我跟大家分享 對方的歌 我跟大家分享 對方的歌 我跟大家分享 對方的歌 我跟大家分享 每一天你的心就有在那一片海 飄呀飄的停不下來 你說 徘徉在無邊境的共分 你忘了什麼是渺小的存在 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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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一跳入海中呢 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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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就是那片海 請不要說 我不是你心中 所想像的吧 我只是很普通 卻能為你撫平老頭的大海 如果你說 我就是你一直以來 沒發現的愛 請你張開雙手擁抱 然後漂流在我的浪漫 每一天你的心就留在那一片海 飄呀飄的停不下來 你說 插遊在無邊境的光分 你忘了什麼是渺小的存在 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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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就是那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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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張開雙手擁抱 請你張開雙手擁抱 然後漂流在我的浪漫 請你張開雙手擁抱 如果要說 我不是你心中 所想像的吧 我卻很普通 卻能為你封閉朗頭的大海 如果你說 我就是你一直以來沒發現的愛 請你張開雙手 擁抱 然後漂流再獲得 浪漫 就請你愛上這片海 愛上這片海 謝謝來跟大家分享這個歌 來自我自己寫的歌叫做海 好的 我剛剛這個下意識先接了一個來字 然後再仔細看一下 我剛唱的是我的歌這樣子 好 那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能在知道自己是一片什麼樣的海之前呢 都可以先好好的探索一下自己 然後再勇敢的接受打開你的雙臂去愛人 或者是去接受所有給你的愛 好 接下來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首歌 然後跟大家分享一個我最近也是很喜歡的歌曲 這裡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 我那個三月底的時候 我在台北有一個小小的活動 然後呢 那個活動裡面就是有一些 反正我就是突然把自己搞得很累 就是 請大家點歌嘛 然後我不會的 我就是學 學完之後呢 我就當天就是 把所有人點的歌就放進那個籤筒裡面 然後我就是現場抽 那我那個禮拜真的超級無敵忙 我真的忙到炸裂這樣子 但是呢 我就是還做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就有一點點壓力很大 我就是壓力大到我大概前一天的凌晨十二點 我還在 我還在學就是有一些沒有學起來的歌這樣子 那 有一些歌最後就是沒有被唱到 可是呢 就是在那一天過完之後 突然發現 欸 我就是其實好像已經會了 但我都一直以為我自己不會 所以呢 我覺得有時候像這樣子的事情呢 它也是一個 即使是一個可能壓力 讓你壓力很大的狀態 但是呢 等到這些事情都試過境遷了之後呢 你再回想起來 你會發現 嗯 其實那個時候的自己 跟那個時候的當下都真的 已經算是很棒了 就是不要太苛求嘛 然後我們人都是會一直不斷進步的嘛 哎呦 喂啊 它的東西掉了 好 那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下面這首歌 我們來唱一下這個安埔的歌曲 這也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首歌 然後每次 不是每次啦 就是每 對了 每次 就每次唱這首歌的時候都會想到呢 之前那個安埔在一個專訪裡面講到說 這是他好像大概十五歲 排十六歲左右的時候寫的一個歌 但他就一直放著沒有把它完成 然後就覺得 哇天啊 十五十六歲的時候 我還在 還在想說就是 我可以 就是要不要彈電來 或者是 欸 好沒有 或者是這個考數學怎麼辦這樣子 都沒有想說我可以來寫歌 好 所以呢我們來唱一下這個 很厲害的作品 這首歌呢 來自安埔的叫做 最好的時光 然後呢 也希望大家都能擁有 每一個當下都是最好的時光 就是每次唱的歌 會右邊 都會說 我們在想說 我可以哄悼的說話 我們快樂 那看起來 還是馬來 我們可以哄悲的聲明 好 今樂 我可以哄悲的 這是魅惑 tecnologia 昨天的烦恼 今天盛开了吗 喜欢的人 他们留在心底 还睡在我身旁 每天离开的家 最后只是没有心的挣扎 一万个问题里 什么是最简单的回答 有过的信念 如今是现实还是幻想 成长后来是理由 或只是美丽的伴装 几夜中的青春 梦里人笑 剩下的浮丧 亲爱的你 想念我吗 亲爱的你 想念自己吗 最后的时光 出现了吗 有人曾爱过你 你用过怀疯和伪装的伤 而你爱过了 所有未求的对折 却无留恋和坚强 心爱的你休不应ا 董事长有一个未求的人 成长达想ille就回了 迁 ill开它 artif彼 最后 discuten习惯和安owe そう言下转三辐 你们 smoothly前��聖能责 天摇 sevent Regard 最后的时光就像冷漫 有人曾爱过你 你用我怀疤和伪装的伤 你也爱过了所有美酒的对抢 却无留恋和坚强 最后的时光哪里还有我 后面你在天涯 我这你曾经曾遗迷过的远方 后的还会勇吗 我能再见你吗 说起后来才懂得说的话 留起后来才觉得想说的话 谢谢大家分享了最好的时光 为了这个安可的歌 然后呢这个也是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曲 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下面一首歌 然后这个老板现在有点岌岌可危 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爆掉 所以呢我一直都不太敢唱一些太大声的歌 它一直有一个杂音 上次回家我上次买了一个东西呢 我回家去测试的时候它就一直这样 所以呢这个我先不要挑战它的极限 我们来唱下面一首歌来唱一下呢 每一次每一次来到这个福金生市集的时候呢 我都会就是想到要唱这首歌 因为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follow 如果大家就是有拍那个动态啊 或者是那个要打卡啊什么的 欢迎大家可以就是一起要tag那个福金生市集这样子 那每次来这边的时候 因为有看到他们的 大家有看到他们有一个板子 就是写说那个执着于手作的温度 然后我就觉得就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 就是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很多的人 就是在跟你插身而过的时候 你都不会知道说他们其实可能身怀绝技 有些人可能对于手作的东西很厉害啊 然后有些人可能对于设计很厉害 有些人可能对于就是自己的品牌啊 什么的东西都有很所谓的坚持 那我最近有一个学姐 她本来在一个蛮有名的那个手游的公司上班 然后她上班了很久很久 那最近呢反正前一阵子的时候就是她的 诶怎么讲就是我的一个同 就是不同不同系的一个学姐 然后呢她们系上的另外一个我的朋友呢 就她的学弟 然后呢就有一天就突然跟我要地址 她就寄了那个学姐做的东西给我 然后我就打开之后呢她就有跟我写说 这个是那个学姐现在开了一个自己的品牌 然后她现在在做那个手作的背带 就提带 然后呢我就打开的时候就看了一下就觉得 哇好感动因为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她那个所有车线啊什么什么 都很非常非常精准 然后我就有一种很怀念的感觉 因为这个学姐在读大学的时候 就是一个蛮强迫症的人 她会一直就是很多东西她会很要求 然后对自己也是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她的东西的时候 就有一种觉得 我好像拿在手上就看到了她的感觉 那后来呢这个这个背带呢 我一直 因为她一直都是两杯装 然后我都一直以为呢就是 那这样我只装一杯的时候 旁边不是就会掉下去吗 然后我想说嗯这可能是她的小巧思 就是她知道我东西很多 所以另外一边让我放东西 然后我一直都是这样使用哦 一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私讯我说 哦我跟她讲说我那个背带 就是她真的很牢固 因为我之前会带一个很大的那个保温品很重 然后那个背带也都没有破掉 提把的地方也都没有破掉 然后我就跟那个学姐回馈 我就说我已经用了一阵子了 我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这样子 你就做得很棒 然后学姐就跟我说 诶对了那你知道她可以就是翻成一杯嘛 我就说什么 原来她可以翻成一杯 然后我就很好奇的研究了一下 就发现诶真的耶 她折一下就很像变魔术 折一下她就变成单杯状 然后打开她又是一个双杯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很 反正就是很酷很酷很酷 然后我就一直跟我身边的朋友们推荐 我就说诶这是我学姐的牌子 大家那个如果要买饮料杯啊的话 可以去买这样子 对然后没什么 我就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在台湾这个世界里面啊 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啊 我们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人 都是大人物一般的存在 要听到我的前奏 知道我要唱首歌了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呢 这个是我写的歌 然后呢这首歌呢 在网络上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demo的版本 那这首歌呢 是我真的真的刚开始唱歌的时候 然后认识了很多的听众 然后有一天呢 我就是在那个骑着车的时候 太阳很大 然后我在赶场 然后我就突然有一种觉得 因为我那时候白天还有别的工作 然后我就在假日的时候骑着车 然后我就觉得 哇就是看到旁边的人 也都在可能准备工作啊 或者是汗流夹杯的在送外送啊 或者是在就是赶路通勤的路上 然后我就看着他们 然后就突然觉得 每一个人都好了不起喔 然后我就一直很感动 我回家的时候就想说我要来写一首歌 我要来写一首 我今天在那个路上很感动的这个 这个画面的歌曲这样子 然后呢就写了接下来的这首歌 然后我现在一直觉得就是 心情很感动 因为我昨天去看了台球少年 我现在真的觉得很感动 就是很好看 推荐大家去看台球少年 然后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大人物 然后呢也是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跟大家分享 愛的時候 準備離開 人否有時能活著平凡的存在 不明白 生活為了什麼期待 有時候會羨慕其他人的精彩 是不是每天都開著車不停散 接著車流著汗 聽紅燈發著呆 要如何才算活得自在 不停的往前瞞 學著停下來想像 一場路邊的生活 是你下擁的嗎 但不是你想要的 又該往哪個方向 你曾經的渴望 像變成的模樣 要從哪裏切到 有時候會羨慕其他人的精彩 就算是你每天都開著 卻不停散 接著車流著汗 聽紅燈發著呆 要如何才算活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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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經的渴望 像變成的模樣 要從哪裏切到 我幫你問到你說 我幫你看到你說 我幫你看到你說 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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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擔心渺小的自己 不用擔心渺小的自己 沒辦法照成那樹 你想要走的路 不會有任何冷凍 你就是你世界裡的大人 你就是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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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來跟大家分享的這首歌 我的大人 然後呢 跟大家不好意思一下 我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可以講了 我今天那個 因為我下禮拜有一種活動 我真的壓力很大 我要唱一個歌真的 真的很難 因為我的台語很爛 然後這個歌叫做粉紅超跑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應該知道 然後 我知道好難喔 我今天早上一直狂唱狂唱 唱到我現在有一點點熟悉 好 然後 這個 我覺得應該是我壓力太大了 好 然後 這個很開心的今天在我們的 福晶聲市集 還有那個莫凡商場呢 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音樂 如果大家這個有 拍影片的話呢 歡迎大家可以tag我 或者是tag那個 福晶聲或是莫凡商場這樣子 希望大家記得 好 然後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今天從 站在這裡一直到結束都有一種 覺得就是很緊張的感覺 明明就已經不知道站了多少個 就是更近的距離 更遠的距離更高的舞台 可是有時候在就是 這種 大家好像也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種 很認真在聽我唱歌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緊張 就覺得哎呀 我會不會看起來太醜了 哎呀 我這邊會不會這個 就是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好 但是呢 就是告訴大家 不管你 面對什麼樣的挑戰 或者是呢 在未來的路上 其實可能你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找到 然後真正想要去的方向 都沒有關係 因為呢 你在你的世界裡 你就是大人物 好的 然後呢 今天在這個 我們美麗島 節目展 為大家演唱的時間 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然後我是莊喬燕 如果你還不認識我的話呢 歡迎大家可以掃我的QR Code 在我左手邊 就是 就是 待會相信這些攝影機會在 我結束的時候結束 所以請大家不要害羞 就是 因為 因為我之前有一次 很好笑 就是 我放那個大張箱 然後 就有聽到朋友說 欸 你那個 那個牌子 我想要去掃你的QR Code 可是前面很多攝影機 我不敢走過去這樣 對好 但是沒有 請大家放心 就是 他們等一下就會結束了 好 然後 這個 對 歡迎大家可以來掃我的QR Code 在我 左手邊的 打掌箱 有一個是我的IG 一個是我的Facebook 然後 在上面都會找到我的原創歌曲 或者是演出的資訊 好 我是莊喬燕 謝謝大家